大家好,我是Mr.Aman So,今天會為大家說HKDSE 2018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B, Question 36 請你找什麼訊息,如有需要請你Postura 下面細心閱讀 稍後我們會說兩斤和Sum of Root和Product of Root 給大家看看,其實由一般式我們調轉去走 透過兩斤做到二次方程 我們比較的系數,我們就會找到Sum of Root和Product of Root 由於Vertex很多時候,我們都可以透過兩個Roots 雙加隨意而找到,所以Sum of Root有時候可以幫到找Vertex 好,那就進氣肉了 本身那條題目就給了一個很古怪的算式 簡單一點,其實就是做一個聯絡方程 2m的2次加5n等於14,而2n的2次加5n又是等於14 那我就從這個觀察看到,我其實應該說一條算式 叫做2x2次加5x等於14 其中呢,m和n都是根的route 如果這樣就發達了,很快就可以計得出Sum of Root和Product of Root 這裏我不跟大家慢慢細談,自己看吧 題目就問,到底m加2乘以n加2是多少 那你當然是第一時間把它剪開了 然後你發覺第一項就是product of root 第二項你稍微抽一抽的2,你都找到它是sum of root 一匹回去,一計完又說腐敗了,那就搞定了,多謝大家 好,白頭公女話多年了,2015年那一題呢,也是玩這個competing square 那有興趣就看看吧 至於13年那一題呢,我覺得比較淺一點的 那你也去看看,看看有什麼問題找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is helpful,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吧 這支經文送給大家,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 神腳教到你生命有緣的羅華士,大家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